厨师 回来了 看我买了火龙果 你买火龙果干嘛 那火龙果的色盆栽 咱们家的海长 这边有个瑶瑟的吗 我买个烘盘 要干啥现在 在桌子上切 我要把火龙果切开 然后把那个黑籽碾出来 然后种到土里就行了 不是最简单 嗯 把菜板 刀勺子 走 水盆呢 你放在这儿 我再去拿 Yuki 你连着远点 现在要干吗 那就是把紫拿着 这是一个绿网 这个绿网是更加虚 你起来 绿网跟你的头抖住 然后切 你怎么这么抢镜呢 没事 他在这儿待着 你看我们在哪儿拍 你别在那儿 我们在那边拍的时候 然后他就坐在 他在蹲在他冒完架 切一半就行了 挖出来啊 吃掉了 这一半吃掉 这一半挖出来 你要不要吃一口 你先先坐 我怀疑 你先坐在这里 然后就把水盆 我再会把水盆 拿水盆 它就点了 然后把水盆 拌在这里 所以我们本来说 然后这个水盆 然后把水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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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那么多则 用过啊 确定你种过 高中的时候种过 种过来 种过来 而且还是冬天种的呢 好了这个肉交给你了 干嘛 给它捏碎啊 捏碎一点啊 怎么捏就这样捏啊 然后手直接捏几些 然后呢 捏碎的时候 再用那个网坡的鱼 再上鱼锅吧 手感好奇妙啊 这不是就有我们的滤网了 洗手干嘛 可以坐下 应该洗手还太早了 你带这个熊耳朵 干什么捞都捞不起来 这不是个熊耳朵 这是个防烫的 应该是干什么 干嘛呢 我也不知道 这个网好像有点很腻了 网上说是用丝袜把你的洗手机 但是我觉得用丝袜是这样的 你还是给它做对一下 还是不过碎 其实种过品 我在里面不行 就会烂掉吧 烂掉就当腿掉了 对啊 是 对啊 他有血汗 他也有营养 他本来这种东西就是 这就是他的种子啊 一个掉到地上 你敢说 可以跟我说呀 就说的很有道理 那我们绿的干嘛 不干什么 那网上还说晒干呢 那网上还说晒干呢 你觉得晒干吗 你觉得晒干吗 我晒干了 晒干了 晒干了之后种到土里 然后又浇水 那是跟季节 跟这个一起做一句 你说他的道理 他可以往后再拿花块来 这个是我们死掉的 又可以咬死个花 这不是有点太咖喱 可以倒点水 不可以 但是你下面没有水 你想给它直接倒进去 你捞进去就行吧 倒进去也没有水啊 你先倒点水吧 不用吗 它里面捞进去里面都行 捞进去有水啊 这点水给太少了 就里面有水啊 一会儿倒进去 中火就倒倒进去 不行 你就给它埋在土里吧 那你扒干什么 工具备分齐去 这是我种多肉的产 多肉都被地蒙叼出来 都叼走了 地蒙一盒一盒吧 把它松火 其实有猫的家庭里面 就是花草的猫 就是供祖的 然后其实我们就要买鸽肉的 就让我们家里面 但是一有机会冲进去 立马就咬那个花 特别是YOKI 咬走好几盆了 真的可以吗 这样 我之前不是这么重的 有果肉跟白果肉的区别在哪儿 我不懂啊 但是人家就是要把 就让我把果肉弄出去 Y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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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只要把果肉弄就要挤一遍晒干 好 所以我说有区别吗 就是跟直接晒干 我不懂看 OK了 别铺了 行了倒水吧 好多点少吧 没事 它里边已经有水分了 要拿火线膜包住 拿火线膜 要让你浇点水 YOKI 你怎么这么抢劲呢 你起来 你把我们的 你不是主角啊 你能不能明白 你不是主角啊 就别以为它是个重要角色 你觉得OK吗 我觉得应该OK的吧 可是我不活那么大 我就怪你啊 那我干嘛 再浇点水 我都没透 对啊 我再浇你了 一勺一勺浇啊 对啊 哎你把我的种子都插死了 不会 那么多呢 那边拿火线膜包住 应该能够吧 OK了 我高中的时候就成功了 嗯 你觉得火龙果是仙人长科的吗 知道 它长出来就跟仙人长一样 知道 你怎么都知道你 那是厉害啊 嗯 这是我们那儿第一个 亲手种的植物 我的孩子你不要死掉吧 给你勾搁 你要好好地活下去啊 Yuki你不要当来当去的 Yuki就想当主角 不行 你现在不是我的主角 曾经是 现在不是 对不起Yuki OK了 好了 把它放到阳台上 OK了 嗯